好来在这边呢 我要讨论的是细华的 pk12022 所以他在这边问哪里一个是positive integer positive的情况之下 negative就不可以了 然后integer的话呢 我们integer而已 它是减3减2减10123 然后integer呢 就是属于整数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这个5 然后有学生就会问哦 老师0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 0是0 0不是positive 也不是negative 所以123是positive 减1减2减3是negative 所以0是0 ok integer是由0 positive integer跟negative integer所组成 然后在这边还有两字鱼 然后他叫你找q的那个from c level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它的整个的那个深度呢 我是直接把它加上来 所以我的这个4.6加3.9亿的话呢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这个8.51 所以8.51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水平线以下 所以它的这个答案是negative 8.51米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negative 8.51 然后接着的这一题混合运算呢 理论上来讲我应该要完完整整的去做 但是我现在要赶时间的情况之下 我就用计算机直接按 所以这边20除 然后negative5 然后加3乘negative6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会是negative22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negative22 然后接着这个2.4加negative2.73 然后再加negative5.09 所以他拿到的会是等于这个negative5.42 ok 其实你要计算机你要快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直接2.4加-和谷号 会变成- 然后再-5.09 然后他拿到的答案也是一样 ok 好就是这样 嗯 来接着我们看这个是数目线 然后-1 2 其实是negative0.5 然后negative0.6 negative0.7 negative0.8 这个就不对了 ok 0.56 7 8 9 这个不对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他的p跟q which number lie betweenp andq ok 在这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negative0.5 然后这个是negative0.4 这个是negative0.3 这个是negative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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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然后这个是negative1.25 所以这个跟这个肯定不可以了 然后很大可能是这两个 ok答案应该是a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怎样看 我在这边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所以他的那个减二分之一减掉减一的话呢 他会是等于二分之一 然后二分之一 我再除以一二三四四个格的情况之下 是二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一 所以他这个是八分之一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这个如果我在这边 我把它乘四 所以是八分之四八分之五八分之六八分之七 所以这边是减七减六减五 百八百八百八 所以这个p呢 是减三百八 然后我的q呢 是减二百八 ok减二百八是减零点二五 然后减零点三七五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猜错了 ok 所以他的答案是b ok 所以这一句的答案是b 因为他的那一个啊 什么 那一个negative0.3 是在negative0.3 这一个之间 他讲的是在p跟q之间吗 所以我的negative0.3 是在这边 然后这个negative0.4 是在这一边 ok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他是一个number line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2.8 减掉这个2.65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0.15 0.15 所以我的2.05加0.15的时候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2.2 ok 然后我让他再加上去的时候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那个2.35 ok 然后我让他再加下去的时候 我拿到的这个是2.5 然后我再加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2.65 再加下去的时候2.8 所以这个呢 他的这个x是2.35b 然后在这边他要找factor factor factor 12 1 12 12 26 12 3 42 所以他是123 4 6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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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12 12 2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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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个的sns12 然后这一边是6536742 所以这一个66 这一个什么 9654 494 936 9654 这个是94936 9654 然后这个的情况之下也是10到12乘5 60 12乘6 72 所以他答案是b 好 接着这一题他要我们找sum of prime factor 12的prime factor我们知道12除2 6 除2 3 除3 1 所以他的prime factor是2和3 然后我的sum of prime factor就是2加3 所以他答案是5 sum of all prime factor是12 sorry 不是12的sum of prime factor 我读错题目了 所以在这一边20的prime factor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做这样的事情2跟5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是2加5等于7 然后35的话我知道是75 35 然后5加7是12 所以这个是5加7等于12 然后48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在这一边我们拿这个是2加3 所以它是2加3等于5 所以它是2加3等于5 然后我的65的情况之下呢 我这个是5加13 ok 5加13等于18 好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factor of 72 identify the other two factors of 72 1 72 72 2 x 36 72 然后3乘21 72 等下3 326 2432 24 72 然后接着4 144 48 32 72 6 166 然后12 然后接着我们还有8 9 72 12 12 所以在这一边他的8 9 12 18 36都有了 然后12 27不是123 可以 16 24 16不可以 127 30 27 30 都不可以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b ok 然后接着他说4是common factor of 20 n 然后哪里一个是n so在这一边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样 他说4 is factor of 那个n 所以我们同时能够理解为n is multiple of 4 他是4的倍数 32不是4的倍数 42不是4的倍数 84是4的倍数 122不是4的倍数 所以他答案是c 然后接着哪里一个是正确的 7 is factor of 147 对他这个能够整除他 然后再一个不对 ok因为这个不是3的倍数 所以他不是6的倍数 然后103这个不是那个 9不是103的factor 而且9也不是prime来的 然后12是factor of 26这个也是错的 ok这些我自己在心算啊 所以 你们 什么 自己去算他 40的factor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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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5 2 40 10 1 都没有了 然后接着呢 我的那个x跟y可以是8 2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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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2 28 40 40 40 3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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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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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和24 所以我的那个x跟y是什么东西呢 x加y就是3加12 然后它会是等于15 OK 它可以是12加3也可以是3加12啦 总之是一个是3一个是12就对了 然后这个呢是属于distributive OKdistributive law Law of Arimatrix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属于distributive Law OK 什么马来文叫做Hukongaris 然后这个是2000加8 所以这个是9乘8 然后9乘229818000 8972 所以这个是18072 然后我们用计算机来检查9乘2008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这一个18072 对 OK 所以在这边呢 它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把9乘2000加9乘8 OK 然后这个是distributive law 然后factor 然后30 130 30 2乘15 30 3乘10 35 630 然后to missing factor 所以它在这边123 然后1015 30的情况之下 这样它的missing factor是那个 5跟6 对 然后b 然后b expressed 30 in the form of prime factor 所以30 我这边除2它剩下15 除3 它剩5除5它是1 所以我的30 所以我的30等于2乘3乘5 这个就是prime multiplication 就是说它是由直数prime number所乘出来的 然后这一题它除了这样的方法之外 我们还有另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30是3乘10 10是2乘5 所以2乘3乘5也是可以 然后我们还有第3招 30等于这一个 这个我不懂要怎样再写横式给老师 所以你可能你直接这样写上去的时候 你老师给你0分 k0 j0 让它则就0 0 接着我们看这一个 70的话 7乘以10 然后2乘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在这一个 complete the factor 所以我这个解决了 所以这个30我除25 这个2736 然后这些都是三的倍数 我除33515 3927 368 ok 然后接着在这边它有一些faction smaller fraction and the largest fraction so最小的那个 啊 分数呢在这边最小的这个是negative 0.75 然后这个是negative1.5 所以negative 然后这个是negative 0.375 所以negative 302是最小的 然后 它的那个largest faction的情况之下呢 最大的那个faction呢 会是 属于 那个positive的 然后我们看positive的里面哪里一个是最大的呢 307 跟305 305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0.6 然后307的话呢 我们这种比分数的时候你可以换成小数0.428 呃武器 0.428 所以你可以看到305比较大 当然我们其实更简单的来看就是说你 一个蛋糕切5分拿3分 跟切3分拿7分 切7分拿3分 肯定是切5分拿3分的比较大了 好然后接着那个 呃 这一边他要我们state all the integer between p and q 所以在这边他要p跟q之间的所有的 integer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减2.4 减3.3 然后在这一边他是减2.4加3.3 然后拿到的是0.9 0.9我在除2的时候呢 他是那个0.45 所以这个是0.9 然后他们之间相隔每一个0.9除2等于0.4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p呢是减3.3再减两个0.45 然后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了减4.2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呢减3.3 减2乘0.45 所以我拿到的这个是negative 4.2 然后我的q呢他是减2.4加123 3个0.45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是negative 2.4加3个0.45 然后我拿到的是negative1.05 negative1.05 所以negative1.05 跟这个negative4.2 之间呢他还有的negative1.05 他还有的negative1.05 integative1.05 nq的情况之下就是p 跟q之间的所有的整数有的是那个减2减3跟减4这三个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b的这一题他要我们find the value of 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以两个小数位以两个小数位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会变成减1.8 加235 25 加1.5 然后我这边235除25的时候 我拿到的其实是9.4 ok 所以是减1.8 加这个是9.4 然后再加1.5 ok so在这一边呢 你就 甲甲好像是 自己做你在 自己做的那个除法 所以你在这边235除25你这边9945928225 然后再来10 然后这边加小数点补0 然后补0 然后补0 然后4 所以在这边100 所以他在这一个时候呢 我就有 这个加这个减这个的情况之下 他是9.1 ok 然后我在这边我减1.8 减挂弧negative 然后2.35 over 0.25 然后整个关上来再加302 你用计算机你可以直接拿到答案 可是如果你直接拿答案给老师 然后没有步骤的情况之下 他就K0减0 老师会抓你的分数了 这个0.6减 这个是 啊 1.75 OK 4分13是1.75 然后再一个会变成negative 1.15 所以减乘减变成加 然后在这边你的这个2.5乘1.15的话呢 他会变成了2.875 所以2.875 你在你的那个 别的地方这边你就写这一个什么1.15 然后还有2.5 你乘上来5525 515 7515 然后520 2123 32 然后这边5782 然后这个是one decimal place 然后 这个是two decimal place one decimal place 3 decimal place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2.875 OK 然后你在这边 他的这个negative 2.5 你最原始的那个 你用你的计算机 跟他输入 3.5 然后减 然后 这个是带分数 1右 3.4 OK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拿到的是2.875 OK positive 2.875 So 我是会写那个positive下去了 上面这边的这一题我做错了 他这个应该除3 OK 不是除 那个 呃 那个 什么东西 不是除2 所以我这边呢我这些都做错了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他这个是除 3 所以他是0.3 然后0.3 0.3 所以在这边他是negative3.3 减掉0.6 然后他变成negative3.9 然后接着这个是negative2.4 然后再加上 呃3 这个是这个是错了 这个是错了 因为42 是factor 然后9是prime factor 我看都不用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9根本都不是prime的那种 所以这个也是错 然后3 3是factor factor of 30 5是factor of 30 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我在这边我30除3的话他变成10 然后我30除5的话他会变成6 OK 所以是错错对 然后在这边他说Gchong买了1000unit的股票 1块3毛半 然后他再买3000unit的1块2毛6 然后他把15unit块3的卖掉 剩下的再以1块2毛8卖掉 然后他到底是赚还是亏 所以在这边呢 他买的时候呢 他buy用的钱呢是1000乘以1块3毛半 然后再加上3000乘以1块2毛6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他这个是 1.35乘1000 然后再加1.26乘3000 所以他 花了5130 5130 RM5130 他卖的时候呢 他在这边1500unit 他用1块3毛卖掉 然后剩下的多少 剩下的是2500 然后这边是以1块2毛8来卖 OK 这个是怎样来的呢 我的1000加3000是我买入的 再减掉1500 我卖掉了这个1500 所以我剩下2500 所以在这边1500 乘以1块3 再加上2500 乘以1块2毛8 OK 所以他这边呢 就会变成了5150 所以是RM5150 所以是RM5150 所以他这个大过 5130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赚 赚了多少呢 他赚了5150 减掉5130 买到半死才赚20块 OK 好 来在这边C 他说 这只鸟在5 5500 above sea level 然后他鸟跟乌龟的那个 的距离是9.15 所以乌龟的距离是多少呢 这个是5.625 5.625 5.8是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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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这边的时候 9.15 减掉5.625 然后这边9.15 减掉 那个5.625 然后我拿到的是 3.525 3.525 米 所以在这个 E的这边呢 他是3.525 米 Below C level 你一定要写 Below sea level 这个字眼 你没有写Below sea level 的情况之下 你直接 negative 3.525 米 也是可以 OK 然后他说 the vert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urtle and the fish 是这样 Determine the possible position of the fish 所以你在这一边 你就心里想 这一边 这一只乌龟在这一边 然后这个乌龟呢 他的那个 sea level呢 是 那个negative 3.525 米 然后他说那个鱼呢 跟他距离2.25 米 他这个是2.25 米 所以他有可能是2.25 上面 他也有可能是2.25 下面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3.525加 2.25 然后在这一边 3.525加2.25 然后我这一个我拿到的是5.775 5.775米 然后另外一个是3.525-2.25 OK 所以他减的情况之下 他这一个呢 会变成 negative 就1.275 1.275米 所以那个鱼 他可以是在这一边 也可以是在这一边 所以他的那个 possible solution的情况之下呢 是什么 5.775米 Below C level or 那个 1.275米 Below C level OK 或者是你 以另一种方式就是 那个 negative 5.775米 or negative 1.275米 好 接着第六题 他要找 sum of prime factor of 56 所以AE的这一边呢 他的56的prime factor有什么呢 我们这一边我们知道 56他是8乘756 所以他是2乘2乘2乘7 然后他是56 所以我在这边56的时候 我的这个pfact他是2的3次方乘7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要的是 sum of of all the prime factor 的时候呢 其实就只是2加7而已 所以这个是2加7 所以他这个是9 然后接着他的 啊 2这一边他要我们找sum of all the factor of 21 21是12121 然后还有3721 然后他这一些全部加上来 10 20 30 32 所以他答案是32 然后b他说6是factor of x x是factor of 90 这一种屏幕呢 我们就知道 1 90 90 然后2乘45 90 3乘30 90 然后接着90 然后接着90的情况之下 我在这边90 等于然后fact 然后还有5 然后5乘以18 等于90 然后6乘15 90 然后接着呢他就9乘10等于90 然后在这一边他说6 is factor of 他讲是x factor of 90 factor of 90是这一些 然后在这一些factor of 90里面呢 他是6 is factor of x 所以x is multiple of 6 6的倍数 6的倍数他可以是6 然后他也可以是18 30 然后还有90 所以在这边18可以 然后30也可以 好 然后接着c的这边他有145个男的264个女的来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其中一个男的退出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是145-1 然后他是144个boys 然后我有264个girls 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地方 他就说 他们评分 OK 这样largest number of group that could be formed 所以我在这边144跟264 我找他的hcf 我不可能是找他lcm的 所以在这边我除2 72 然后1 32 然后再除2 36 36 然后66 然后我再除 他看上来都是6的倍数 然后66 36 11 所以他的hcf呢会是等于2乘2乘6 46 24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他是24个group OK 24个group的时候他有多少个男的多少个女的 然后我这边我其实知道 这个是boys 这个是girl 所以我直接知道他其实是6boys OK 然后11个 可是你这样写的话你可能会被老师扣分 你在这个2的这边你要做的是144除以24 然后你拿到的是6boys 然后接着呢你的那个什么264除以24 然后你拿到的是11 girls 这样 好接着第7题的这边16的factor的话呢 我们是1616 2816 然后还有4416 然后28 那12828 2乘14 28 然后4728 所以在这边是 71428 我剩下124 这个也是124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他是124 他漏掉的是124 complete the sentence below 然后pq 啊 common factor 这个是common factor 一样的factor OK 然后b的这个是混合运算的这个东西 然后混合运算的这个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 啊 记得步骤一定要完整的 写 不然会被老师扣分 OK 然后 嗯 好接着在这边的时候 这个是减3 乘 这一个我要把它分我变一样 乘3 6 38 98 98 然后这个乘3 你记得在做这一种混合运算的时候 你的步骤一定要完整 19 18 然后这个是一又 18 2 然后他会变成减3 10 乘 这一个15 18 减 然后18 20 OK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继续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个会变成减3 30 10 乘这个减5 18 然后接着我们这一边155 50 然后接着133638 所以他这个减减变成加112 然后你要确定你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呢 你就在这边减310 10 然后再乘挂5 5 6 然后减 这个分数 1又1 9 OK 然后他的答案呢拿到的是1% 所以正确 然后再来我们再做这一题 他这个是negative0.8 减 negative1.8 然后除 0.75 所以我在这边以两个小数位以两个小数位 所以negative0.8减negative1.8 然后 其实这一题他应该要用分数的方式来做 所以这个是5 9 然后除变成乘 然后4跟3换位置 然后接着我这边133 339 4312 所以他在这边negative0.8减 negative12.5 然后他变成negative0.8加 减减变成加 这个是2.4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1.6 所以我在这边negative0.8 减挂弧negative 带分数 1又4 4.5 然后挂弧再除 他这个是3.4 3.4 然后拿到的答案是1.6 OK 8.5 1.6 OK 我觉得写成小数会比较容易 然后在这边 然后在这边这个一下加康 这个题目呢 是在课本里面有了 OK 课本的题目一模一样了 然后他这一个呢 他说一下在1.45 高过加康 然后一下 更加康 他快要1.25 0.5 然后Find the position object Now with reference with the position of each shot 所以他是再爬的意思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你就行一下 他在这边的时候 Each 比加康 高1.45 然后Each 再增加 那个 1.25 然后加康呢 他增加0.5 所以他们最后 那个 加康 他比Each 的距离是多少呢 他1.45 加1.25 减0.5 所以他是1.45 加1.25 减0.5 所以在这边 1.45 1.45 加 1.25 然后再减0.5 所以他是2.2 所以他这个是2.2米 所以他在这边的时候呢 他加康 is 2.2米 lover than 那个 Each 这样 OK 这一题 课本里面有一题类似的 但是他是三个人的 然后这一题他只是两个人的而已 OK